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扑扑看了他一眼 又把头低下 我觉得你不应该那样想 你答应过我 今天你一定会站在我这边说话的 那是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你会说杀了你爸爸 如果你要报复婊子我同意 可是他毕竟是你爸爸 他已经不是我爸了 扑扑抬起头 逼直地看着他的眼睛 不管你怎么想 他永远都是你爸爸 如果你真杀了他 你会后悔一辈子 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不可能 他死了我会很开心 我这辈子都会很开心 扑扑咬了咬牙 突然大声说道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有真正失去过爸爸 朱朝阳疑了 看着扑扑的模样 他眼眶很红 不过没有眼泪 突然间他由衷想去圈住他肩膀的冲动 扑扑吸了口气 语调又转为平淡 你觉得耗子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他平时是不是每天嘻嘻哈哈的样子 对啊 那你知不知道 他经常晚上做噩梦 大叫着醒过来 然后又坐在被子里一声不响的 虽然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早就知道了 他那时在哭 朱朝阳脸色变了一下 扑扑极为认真地看着他 过半声叹了口气 用一种复杂的语气说 你比我们好多了 你为什么还想着要变成第三个我们呢 我 朱朝阳突然间感觉喉咙重大的发不出声 那一回小婊子的事 根本不是出自你最开始的本意 是意外 可是现在 如果你真打算这么做了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你被抓住 你妈妈就剩一个人了 朱朝阳咽了下唾沫 还想坚持 可是婊子那样对我和我妈 我爸却还那样护着他 你爸是个自私的人 可他还是你爸 哼 其实你和你妈的遭遇 就当是和小婊子的事扯平了 你没有被警察抓走 只不过受了大婊子的报复 大婊子也被警察抓过了 他以后不会再来找麻烦了 不管你爸以后怎么样 即便他再也不来关心你了 你和你妈妈照样能够生活下去啊 为什么非要报复呢 你成绩这么好 以后肯定能上很好的大学 找到很好的工作 赚好多好多钱 比你爸更多 到他老了 看到你的厉害 他会后悔以前没有好好对你 这样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朱朝阳低下头 默默地思索了片刻 长长地叹了口气 朝扑扑勉强笑了下 谢谢你啊 扑扑抿嘴微笑 你想明白了 我再想想吧 你一直站在太阳底下热不热 为什么不过来 扑扑做了个鬼脸 只要你刚才表情像是吃人的样子 可是你谁都不怕的呀 你就怕我吗 扑扑脸红了下 什么话也没说 好了 我们回去吧 总好 Zuk怀 表 麻 白 词